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往往要到医院进行后续的治疗 在医院处理的话 通常我们会拿一个注射器的针头 将指甲刺破 将里面积的淤血放出 那么这样的话 疼痛和肿胀就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环节 也可以避免由于甲床的出血 导致甲床和指甲分离而发生后续的指甲脱落 这样一个情况 如果甲床下的趾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损伤的话 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局部肿胀加重 那么疼痛的话 往往也会比甲床下的出血更加的一个剧烈 那么这种需要我们到医院进行一个明确的一个鉴别诊断 天国的优优物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